我救了你们的命 对 你救了我们的命 一个这么简单的消息 就可以救一个人的命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消息 这是一条关乎性命的情报 可是在我印象中 你们的工作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样 在武汉的时候 我哥哥跟你们在一起 那时候他就写写文章开开会 你们现在的工作 好像变得很危险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现在和那个时候不同了 我们有我们的纪律 我不能告诉你我在做什么 但是革命 不只有浪漫 也很残酷 更多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语初 不要总怀疑自己 其实你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大得多 你的伤好点了吗 都可以你缝得好 早就痊愈了 刚才那个电影 男主角在密室里救出春梅的那一幕 实在是太感人了 但也很伤感 为什么 春梅虽然被救出来了 但其实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的独立 可是 春梅最后还是遇到了自己的爱人 并且能与其相守 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 爱情并不是女性生活的全部 女性应该有更精彩的人生 女性应该独立 像程碧姐那样 雨珠啊 你不用模仿别人 你只要努力做好自己就够了 HOW MUCH beter 滅 vous 冷 有一点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说话怎么像大夫一样 很多时候条件艰苦 受了伤就要自己想办法 也算是办个大夫 你就住在这儿啊 对 来 喝点水 谢谢 你住在这印刷厂里 外面机器声音这么大 你们睡得着吗 这轰鸣的机器声音 就像是催眠机一样 世面的人到我这儿来保证你睡个好觉 志愿 我朋友 有什么事说过 你好 你好 志愿 你来一下 好 你等我一会儿 你等我一会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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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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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我自己可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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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走在路上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下 我把心都摔破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这谁给你爆炸的 是 一个好心的路人 路人 是啊 他看到我摔倒了 就赶紧把我扶起来 然后 然后什么呀 然后 就把我带回了家 你还去他家里了 是啊 他人可好了 又给我倒水 又帮我包扎伤口 真有那么好心的人 当然了 那是因为小姐你命好 才能够遇上好心人 那换成我 肯定没人理我 怎么会呢 他要是遇见你啊 肯定也会管你的 为什么 因为他 因为现在好心人多啊 我发现你最近神神秘秘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有吗 有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 哎呀我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好心人 这好心人 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男什么朋友啊 怎么了 你肚子疼了 我给你做吃的去 我很快啊 啊 好的我知道了 响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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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ullah 好的 我知道了 我马上派人过去 雨柔 有个紧急会议 你去记录一下 诸位 今天我们党务调查科 上海办事处 真是彭毕生辉 军委会的王长官 军部的刘长官 还有行营的方主任 清零指导 真是荣幸之志 下面我们有请 军委会的王长官 给咱们大家讲几句 大家欢迎 各位 总司令 刚刚赢得中原大战 可这场胜利 并没有让他高兴起来 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 井冈山珠毛赤匪 越来越壮大 从最初几千人 竟发战到四万之中 而且地盘也在不断地扩大 总司令 寝食难安啊 所以消灭这股匪患 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 财务部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 考虑到这次行动 是一场大规模 多兵种的协同作战 需要情报部门予以配合 请各位根据我下面说的内容 制定一份假情报 混淆视听 让这次围剿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 下面我给四位详细地介绍一下 这个部分就先不要记录了 首先江西省主席兼第九陆军总指挥鲁迪平 已经招手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 总司令很可能会倾覆此地 指挥督导 兵力部署方面将会调动十一个师 另三个旅 共计十万兵力 分别从张树 古州 南昌 靖安 高安 上岗 及敏干边地区发起进攻 部队番号是 张辉战第十八师 陆孝晨 新编第十三师 小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我没事啊 我有一份文件忘了存档 双军 你先走吧 我跟你一起回去 不用 我还要叫队一遍呢 你先回去吧 回去吧 走吧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我知道了 红包车 来 去哪儿 去后北的万灵路 好嘞 你找谁啊 我找罗老板 进 自己再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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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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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老板 有人找你 好 你快去改吧 好的 明白 出什么事了吗 差点认不出来你了 工作服是世上最自在的衣服 比亨生做的西服套装穿着舒服多了 宇珠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有危险的时候才能来找你 是你们有危险了 醒来了 宇珠 这份微较计划你是怎么得到的 他们开过的时候说的 这种重要的内容是不让记录的 所以我就脑子记住了 部队 番号 兵力 部署 地点 面前还有这么多数字 你全靠这个 这个笔迹乐谱 稍微难一点点 能够到贝拉哈曼的诺夫 第三钢琴协奏曲 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让我更吃惊了 你还记得啊 当然 宇珠 你这份情报可以挽救 数以千计的红军战士的生命 真的 这么厉害 是啊 你太了不起了 你等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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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对 赞加也 任委员 任机印刷公司被查抄了 我们有十三个同志被捕我 让老李带你联系 扎北梁探长 证据把人保释出来 好的 还有 让其他几个印刷厂 暂时停工 先逼不风头再说 是 又抓人了 天天抓人 对了一种 你要答应我件事情 什么事情 不要再给我们做任何事了 你会有危险的 我不怕 再说 这没有什么危险啊 这不是二喜 我不想让你再冒险 志远 工人代表都到了 好 我马上过来 一会儿我找人送你回去 同志们 现在我们的工人 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每天中午只能吃 你的饭和饭 导致许多工人生命不虚 我们要看过 要争取权利 但不能没有 不过 有自然 有料 人生命不虚 这几个착 又是 要因此 不能放进 不过 怎样 不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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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们是去围剿的 却让别人包了饺子 难道我们国军的作战计划 是共产党制定的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现在有证据表明 对赤匪围剿行动的失败 使我们内部 有人走肉了消息 什么证据 新编第十四旅的旅长周志群 俘虏了一个赤匪参谋 在他未烧完的文件里面 有一份围剿计划 内容和我们参谋部 制定的计划竟然完全一致 好像咱们给人家 复制了一份似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不明摆着吗 肯定有人泄密 没错 上面已经下了命令 要求所有经手过 围剿计划相关文件的单位 立刻展开自查 不必要查出 情报泄露的源头 知道围剿计划的单位这么多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是啊 上次来我们这边开会的 不光是我们的人 还有很多军方的人 很多部门都参与了 这怎么查呀 我记得当时在会上 我们研究过这份文件 会后 这份文件 好像由宋副主任保管的吧 你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对事不对人 既然我们要查泄密的源头 那我觉得 有机会接触这份文件的人 嫌疑最大 所以孟主任我建议 我们办事处的排查 就从宋副主任管辖的办公室 开始吧 特派员 您真的要从宋副主任的地盘查起 怎么了 我查的就是他 是 我这就去安排 办公室里的那些人 一个都不放过 共产党既然能拿到一模一样的文件 那就证明文件被复制了 或者被密盘了 按照这个思路 凡经手的人都要排查 是 对了 特派员 上次会议的速记员是夏宇竹 要不要也查一下 谁 夏宇竹 他也知道围剿计划内容的 他也知道 当天在会上 重点部分不准记录 文件里那么多番号 那么多人名 他下一周都能记得住 撤蛋哪 围剿计划牵扯的面那么大 谁知道在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 现在每家的自查 就是走走行事罢了 可这个陈德道呢 偏要搞得大张气国 他明摆着就是故意羞辱我 这个陈德道 最擅长借题发挥了 当年 他借着恒轩的事情平步清云 今天 他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打压你 就是想让你抬不起头来 这么卑鄙的人都会受到重用 蒋真复真是没救了 你们办事冲递梦主任呢 他什么态度啊 他 无能之辈 被陈德道牵着鼻子走 这几天 我们办公室的所有人 都接受了陈德道的审问 包括我 他还敢审问你 有什么不敢的 还一本正经的 巴不得要审出点什么来的 这个人 他也太放肆了 没办法 谁让有人泄密呢 是 宇珠 宋大哥 泄密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是被冤枉的 宇珠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不知道啊 臣碧 宇珠是在劝我呢 宇珠 你只要自己平平安安的就行了 别的事不需要你操心 我知道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也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今天怎么了 这么生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 没有 我就是 觉得这些年你们一直照顾我 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恒轩把你托付给我 你就是我的妹妹 照顾你是我的责任 宇珠 我和陈碧 一直把你当自己的亲妹妹看待 就算没有当年的托付 我和她 也会一直照顾你的 照顾 10多年 我告诉你 是小姐做的对吗 什么事啊 那天的会议是小姐做的记录 以你的记忆力 可以完全把开会内容 记在脑子里 然后悄悄地告诉志远老师 你这样做很危险 会掉脑袋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那你不怕 我反而觉得 内心很安宁 小姐 你是不是喜欢上志远老师了 胡说什么呢 难怪上班老请假 下班了也不跟我一起走 原来是悄悄地找志远老师去了 我们去 别让别人听见了 喝水 我不喝 生气了 没有 你ãy continuing to get 你妈的 你大恨 在这边 pity 你饿命 我们来 良 Bir hhh 悄悄的 我最近很忙 你确实很忙 你要查维家计划的邪命舌 又要抓住工厂党神志愿 可惜你纵使和踏实世界有病 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成语都用上了 我说过 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 来来来 你感兴趣的 是妈咪 可拉德少校 我跟你说句实话 钱不是问题 关键是 你的消息 是什么橙色 任志远 你们找到了 我的手下 今天下午刚刚发现 撑他白眼 你们这要抓住了他 估计先迷的事情 便能因人而及了 他在哪儿 别急嘛 那我记得我的老乡 毛尔德 曾经说过 年轻时 总因为金钱是最好的东西 年老的时候发现 还趁迟那么坏事 他在后北 华兴尼耍场 华兴尼耍场 祝你好运 小委员 宋副主任来了 宋男哥 哎 前面在电话里听到你的说话声音有些哑 所以在南京开完紧急会议 我就直接赶回来了 紧急会议 又出什么事了 准备取缔左翼作家联盟 查尽赤色贪污 反正现在跟共产党有关的事情 都是非法的 对了 这是我给你带回来的秋梨糕 如果好的话 我再托人去买 厕所主任 快点 来 小夕 拿着厨房去 承迷姐 今天小夕买的蟹克黄特别好吃 要不给宋大哥也带一些回去吧 好啊 不用了吧 我去拿 这两天跟金燕局的人打交道 真是气得我头晕脑胀的 姜艾伦事件之后 金燕局还不消停吗 杜月生在陆家燕的厂房 就是专门用于制毒的工厂 这件事情 他们金燕局的人心知肚明 可就是不闻不问 宋大哥 我给你放包里 好 程碧啊 鸦片是你非同小可 杜月生那么张狂 他的背后一定是有人缠票 谁呀 国民政府蒋介石 我都想好 如果我把这事捅出去 他不仅不会责难 反而会赞许 宋大哥 那你们聊 我先回房间了 嗯 办法是不错 但我觉得还须谨慎 杜月生是什么人 你我心里很清楚 你要是把他惹恼了 他敢 我是党部的公职人员 他就是再心狠手了 他敢动政府的人吗 别忘了 他可是靠着政府吃饭的 你别忘了 特班员 这监视一上午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是不是让弟兄们 冲进去看看呀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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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 才能行动 否则就会大仇惊舍 这次的任务 我临时通知的 如果这样 还能走漏消息的话 那就说明在场的各位 可白云放心 我们绝对忠诚 好 如果我们这次 能够一举端掉这个肥窝 我保证 你们每一位 都能够升官发载 名利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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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出任务吧 里面可能会有电台 所以我把你叫上 别紧张 进去之后跟紧我 不会有危险的 取缔左翼作家联盟组织 通缉左联盟员 封闭书店 我看 查经的刊物有 拓荒者 北斗 萌芽月刊 文学周报 文艺新闻 诚秦毕专门 我去一下书店一会儿就回来 去吧 注意安全啊 嗯 宋大哥 我怎么觉得宇珠有事瞒着咱们呢 你看啊 他说去书店 还特地换了身衣服 精心打扮过 而且他还那么高兴 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 暧昧可以理解啊 女人啊 只有遇到了让他心动的人 才会那么在意自己的容貌 你说 宇珠是不是恋爱了 那你呢 寂寞沧桑的月 爬过漫长的夜 又是绵绵细雨 飘落得太肆意 情深那些记忆 一朵镇放中的红墙灰 片片片花瓣不满 静影泪水 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墙灰 一朵人海中的红墙灰 体会梦的曲折 百转千灰 无所谓 勇敢绽红墙灰 有多美 一朵人海中的红墙灰 再相聚能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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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人海中的红墙灰 一朵人海中的红墙灰 体会梦的曲折 百转千灰 无所谓 勇敢绽红墙灰 有多美 一朵镇放中的红墙灰 偏偏花瓣不满 静影泪水 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墙灰 这条路过去着 百转千灰 无所谓 勇敢绽红有多美 风不吹 或许知道我心碎 不吹 百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 感谢